哼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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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厂这回声了呢 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 你吓死我了 你跑我后面干啥呀 还学我 买豆腐 我一直在观察你 哎呀 你这个台词太差了 你刚才喊什么 你听听 我听了德福 我以为你买巧克力的 原来你是卖豆腐的 小本生意 没那么多讲究 这个 你怎么一点志向都没有 哎呀 我再有志向 我也不能说自己是中国首富 你为什么就不能成为中国首富呢 你是卖豆腐的 你了解豆腐吗 你了解卖豆腐的诀窍吗 我太了解了 我跟你说 卖豆腐的秘诀就是 在它搜之前 卖出去 现在搜了吗 没有啊 卖出去了吗 也没有啊 为什么 哎呀 生意不好做呗 生意不好做 嗯 我问你 你卖的豆腐多钱一块 两块啊 那是你 我要卖 后边加俩零 哥你疯了 怎么的 你是不是受刺激了 还是咋的 两百一块 肯定爱踹 谁踹的 谁踹的动你 我跟你讲个道理 嗯 二百块钱 能买到你的健康吗 肯定买不到 嗯 我点个误的都三百多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 二百块钱能买到吗 胡扯 那是无价之宝 蝎子瓦巴二百块钱能买到吗 这 算什么东西啊 就是 咱俩谈吐之间 我就阐述了三种经营理念 健康 文化 蝎子瓦巴 独一份 哎 我说我早上起来 鼻子冒泡 口干舌燥 原来是高人 假道 你的症状是感冒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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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咱俩